各位網友,大家好,再來跟大家說一個問題,就是堅持對外開放,反對閉關鎖國 在這幾天,中國在外交人士舉措方面,有一些令人感覺到不可思議的矛盾情況出現 一方面就是被稱為戰狼外交的代表人物,趙立堅被評調去邊界和海洋事務司做副司長 本來趙立堅是新聞司的副司長,但是在整個外交部的架構當中,新聞司這些屬於一類重要的部門 邊界和海洋事務司,大概是屬於第三類重要的部門,所以在級別方面,雖然是同級,但是在重要性方面 完全是不可逃日而語,就等於同樣是一個警長,本來是首開香港的禮賓府的,首開中環國際金融中心的,但是突然間就調去沙頭角,或者調去城門水堂,去看水堂 雖然都是首,但是那個重要性,完全都是不可逃日而語的道理一樣,本來按道理就說趙立堅這些過了火位,這些戰狼外交代表人物,是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 不能夠做到有理有理有理有節,所以就變成了將它調職,這個是令人感覺到可喜的現象 但是同樣在這個時候又發生了另一件事 就是說由於韓國、日本對中國的旅客採取了某些限制措施 因此中國外交部宣布停止對韓國和日本 他們的來中國的短期簽證包括商務簽證、旅遊簽證這些都加以停止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過去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過程當中 最初由1978年這個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他們結束格格鬥爭為綱 將公共重心主移到改革開放 這個就是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軌道上來的時候 大家全黨是有一個共識的 就是說中國要搞這個現代化 就一定要搞改革開放 而改革開放呢 開放引進的主要對象就是美國 以及發達的西方這個資本主義國家 在過去一段相當長時間 由於我們採取這種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 所以吸引了美國和包括了日本、韓國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來自中國,來到中國去開設工廠、開設企業、開設合股公司 將現代企業的管理制度、市場經濟的觀念、發財的觀念和知識產權的觀念 這些就輸入來中國,同樣是這些發達的資本主要國家 也被中國輸入了急需要的芯片、半導體、先進的生產線、精密機床等一系列的整套設備 在國際分工過程中,令我們中國成為最發達的工業強國,最齊全的製造業大國 然後是規模最大的貿易國,美國也對中國開放市場 令中國每年由美國賺取三四千億美元的外貿營養 令到我們中國的外匯儲備也是全世界最為豐厚,高峰期超過四萬億美元 現在都有三萬一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令到我們中國進口了很多我們所需要的設備 乃至先進入科學技術、五金礦產、石油、天然氣、小麥、大豆、棉花 令我們國家能夠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所以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由一窮二百岸邊緣 能夠騰飛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和對外的開放,這是密切不可分的 好了,你現在去對韓國、日本拒絕別人來華的短期簽證 但問題是說,同樣由於中國的疫情 海嘯般的爆發,還有我們的訊息不透明 例如我投到,在第一個問題的時候說到 說過國交委員會公佈過去一個月 中國確診人數是12萬人,死亡人數是30個病例 這些完全是離天大方,在國際上也好,國內也好,是沒有人相信的 別人覺得你的訊息不透明,到底你的感染人數是多少 治重病率是多少,死亡率是多少 別人掌握不了這個數字的時候 別人其他國家也都基於對國民負責的態度 它也都是會內防反彈,外防輸入的嘛 因此來說,對你來自中國的旅客實施一些限制 正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談得再說,是可以理解的 何況日本對於你中國的旅客來做檢測也好 如果是陽性的話,去隔離也好 去留意治療也好 所有的費用,包括食宿費用 都是由日本政府負責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用這個為藉口反過來拒絕 韓國、日本、來華的短期簽證 這個做法裡面有沒有道理呢 再何況美國、英國、五眼聯盟、歐盟 同樣針對中國裡面 疫情的大規模的爆發和訊息不透明 傳一個懷疑的態度 因此也都對中國的旅客 採取了類似日本、韓國的限制措施 難道你中國也是拒絕美國、英國、五眼聯盟 和歐盟27國的來華入境的短期簽證嗎 這樣就馬上回到閉關所國 所以 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裡面 曾經有這樣的論述 現在還有的 改革開放之初 鄧小平等老一輩的領導人 去推動底下 全黨逐漸達成了共識 中國要實現現代化 必須要搞改革開放 而搞改革開放 美國就是開放和引進的主要對象 因此 發展改善對美國的關係 這個是 我們實行改革開放裡面的內在要求 也是冷戰格局底下 確保國家安全的根本要求 同樣的道理 你看一看 中國一年的對外貿易總額裡面 是超過六萬億美元 前五大的貿易夥伴 就是美國、歐盟、東盟、韓國、日本 是居於我們貿易額裡面排第四、第五的貿易夥伴 另外對中國的投資 資金的投資 國際企業來中國去經營 日本和韓國也排第四、第五名 在這個情況下 你居然間 用了這樣的藉口 拒絕來自韓國、日本的 他們的短期內華簽證 拒絕 下一步 如果也是火頭燒到美國 英美五眼聯盟 和歐盟的時候 你就徹徹底成為了閉關鎖國 所以這個也是 證實了別人的疑惑 就說二十大召開之前 曾經中國歷史研究院 他們發表這個文章 竟然要為明清時候的 閉關鎖國 來去翻案 講為這個是 維護國家安全有的合理性 正當性 又說這個不是閉關鎖國 叫做什麼 自主限關等等 現在就是說 中國 作為一個 世界工廠的地位 作為在世界的 產業鏈 供應鏈 它有舉中輕重地位 你採取這些 禁止日本和韓國 短期內華簽證的做法 一定會令到國際的 這些企業裡 對中國的政策趨向 中國的經濟前景 乃至政治前景 它會覺得是充滿了不確定性 不穩定性 因此 因此 只會加速 將產業鏈 工業鏈 撤出中國的部署 日本和韓國 是有很多 企業在大陸投資的 你禁止人家短期的商務簽證 旅遊簽證 就是說人家的企業 管理人才 想來中國 他們所投資的企業 去正常工作 正常部署 正常黑談 都沒有機會 那還沒有鞋拿劇走 還不去撤資 到頭來來說 對中國所謂的 找就業 找增長 找外貿 有什麼好處呢 所以表面上 我們經常聽到 這一輪的宣傳說 我們要加大 對外開放的力度 另一方面 將對外開放的大模 一隻一隻去關閉 這樣做的時候 起碼是南沿北撤 到底還要不要搞改革開放呢 這就成為一個很大的疑問了 改革開放是中國強國之路來的 所以四十幾年來的實踐 繼續去推行改革開放 我們才能夠建成一個 民主富強和諧文明美麗的中國 相反如果我們來說 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 去開歷史倒車 走回到閉關鎖國的道路的話 我們就不可能會建設成一個 富強民主和諧文明美麗的中國 多謝各位